好 師虎豹不是龍虎豹 我又是剛剛到手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隻好像出了一段時間 對 但我也是剛剛收的 今天才收 真骨雕 其實這次OZ我自己覺得 他出得蠻成功的 一來本身整隻東西的比例又漂亮 二來他真的可以分三個形態 拆光三件東西 全部都沒有剝膠紙 可以讓你換來玩 對 所以來到這裏又是剝膠紙 真是問你死了 手型也多了 五對 五對半 他正是有另外一個頭 對 把這個黃 哇 紫色眼是黃 變成了三百年前的OZ 都可以完全重現 哇 這個真是極度user friendly 即是他本身沒有什麼配件 他唯有給你 哇 但他本身如果你真的買光 即是不要叫買光 其實你真的買了鷹這隻 加上草蠻 那你真的已經玩到你反了 哇 這個這麼困難 哇 這個尺寸也真是挺漂亮 這個Candy 也在看 哎呀 硬幣 沒辦法了 沒有 要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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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剪 好 那就 咦 人家看到黃色油出界了 有這樣的事 居然看到 原來我們的畫質也不是很差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其實以他說是油出界 我又覺得是化的 那些位置根本就是 QC一般 因為本身它有多少位 第一 化機 就是化 第二 本身簡直是有一些果粒 黏在上面再噴油 還要黃色不均勻 看到黑色 其實黃色和白色都痛 你如果浸油不夠厚的話 你根本就蓋不到底色 所以變成是挺難處理 哦 放在正中間 正中間 手也不展示出來 嗯 嗯 這不是很粗的 這是什麼 哦 這個 哦 OK 哦 OK 哦 直接跳在後面 因為後面比較簡單 嗯 當然你看看 真骨整個人形的比例是非常之漂亮的 這個真的沒有話說的 過多一句 真骨還是真骨 其實我覺得一般的SHF 以現在的質素來說 都非常之高 確實 嗯嗯 其實我覺得新的SHF 已經是它現在的真骨層次的產品 嗯 因為它以往的SHF 最主要的問題是瘦 嗯 還有這些東西 當然這些東西不太仔細 但是我會覺得 其實例如我們剛才看的面 我不會覺得跟真骨的距離很遠 是 反而真骨有些東西 做了過了龍 就變得很容易難 阿威說得哥要二次入手了 這次其實本身都 我覺得我自己手上 這個黃的 鷹虎黃聯組的頭也很漂亮 Thank you very much 因為我其實很喜歡黃的紫色眼的設定 好 但它腳這雙黃色是否太淺 它其實是三種不同的顏色 所以變了不算淺 因為它真的是最淺色的黃色 然後胸口就是深黃 上半身的頭就是金色 但底的黑色才不是出來了 對 因為它剛才所說 白色和黃色這兩種油 你要打到很厚才可以遮到底 所以這個就是避免不到 你會看到一些黑底出來 好 那就真的試試一下這東西了 這個水口 這個水口 精彩的水口 也不差它怎麼賣 多大大 好 先動一下這東西 真骨雕是甚麼材料呢 它這次的頭向前向後 跟剛才相比是相差很遠 它真的下巴頂到胸口 噢 剛才塞了很多 是 不用說了 左右而已 好 那麼手 因為它本身那個臂甲 就是安在肩膀上 所以對於那個手關節 是完全不會有甚麼大的影響 有人說500 跟你要了它 為甚麼 我這隻QC挺好的 好 腰 好腰好腎好男人 好 嘻嘻 哈哈 它似乎有 那個护士 材料 頂一點 所以要向前 其實已經不錯了 住著就沒辦法了 插那種护士 結困了 盾牌包面很有趣 我玩這支很奇淚 當然 玩這個聯組一定不是要這個秘 所以可以暴力出奇蹟 其實每次看到這個師傅炮 我都想起SIC的版本有個透明頭 超級殺阿人頭 那個真的承認得很厲害 所以我發覺奧斯特別是 我玩完SIC之後是不能回頭 本身SIC的設計是瘋的 但其實珍骨有些是出得很漂亮的 它的筋皮套是出得很漂亮 但奧斯的設計和珍骨之後的設計 的落差太大了 我已經回不了頭了 所以 還有一個恐龍聯組 那個也是瘋 那個很漂亮 你的料系都已經有兩個層次 對 本身它的料系的設計都已經很漂亮 很漂亮的 但你安藤健師那個SIC料系聯組 真是神裝 完全是神化了 所以我現在珍骨 因為我最近一直翻追珍骨 你看伊哥都夠膽去買 你花多少錢了 伊哥 我心很痛 好像割走忽育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奧斯的價錢還不錯 我真的沒有衝動任何一隻 但是伊哥你1600入了 你覺得值不值呢 或者你高不高興呢 一花這筆錢 我覺得自己翻越了高場 最大的大哥 我不會翻越第二次 因為 那一刻 你怎麼說 你在意義時點買 1,600不是貴的 不是有同學士興秀 1,600不是貴的 外面1,700 1,700 也有人敢買 有沒有家堂 不知道 但是 你知道後追的人 心情是瘋狂的 所以 我追完伊哥之後 我已經收手了 其實這個也要很用力 硬硬擠進去 所以加上奧斯本身 因為他的手肘關節 他拆了一個水平轉 這隻也有嗎 有 他這個水平轉 其實先前很多師兄出現了 有悲劇就是扭斷了 因為他雖然是水平轉 但是他的水平轉 那個幅度是很少的 所以你硬硬扭 而你想扭上臂的水平轉 就會扭斷 所以建議大家最好 不要扭這個位置 例如德國安部 你這樣玩 都很麻煙 所以如果在家 你可以嘗試用風筒 或者熱水浸一浸 另一邊 我不知道是不是軟膠 應該是 是軟膠 用PVC的那邊浸一浸 你就可以輕鬆地裝入 否則 大家要承受著很大的風險 有個疑問 頭的金色獅子棺後面 原本是黑色還是金色 金色 哦 你按一下 但是他這樣 偷了一條邊 好像挺有型 他是不是 他自己跟你說 這個我才改 他這隻的黃色很Sharp 他又撞了三個Tone的黃色 即是金色鮮黃色 加淡黃色 撞出來也好 伊哥珍珠白 要小心收藏 是嗎 可不可以告訴我 伊哥那件斗篷 會不會適宜 我問了很多人都沒人知道 嘩 那件人造皮 其實不是適不適宜 他是類似尼龍蜂蜂蜂 對 你也要問人 我覺得應該都沒有什麼人回答 因為我沒有遇過 我沒有遇過有人有適宜 所以我經常都很想知道 不過其實如果你擺盒 你也有些膠墊 才擺 伊哥最穩妥 哦 安全安全 其實真骨雕本身賣的賣點 都是說外形 可動性其實都能保持到的 無論如何都好 如果真的有玩開AOS 這一隻和所有聯組 基本上都不可以錯過了 這雙腳真的粗得很性感 是 我的射條很漂亮 因為其實早期的拉打皮套很少可大 他一大腿有甲 他一大腿有甲 我就覺得很漂亮 所以近年為什麼這麼喜歡Zero Run 就是因為他大腿有甲 全部一隻大腿都有甲 哇 真的很漂亮 大腿有甲 其一其 我想說Zero Run 可以平成打後 到現在我最欣賞的設計 他近乎沒有一隻不漂亮的 真的沒有一隻不漂亮 他最不漂亮的就是Wilken Wolf 就是Wilken Wolf的第一個形態 就是Wilken Wolf的第一個形態 是最不漂亮的 我那一隻比較爛 然後全部都拍拍聲 每一隻都沒有失望 加上新出場又有芒 又有Ark Zero 哇 有Ark Zero的新形態 又不知道是什麼 黑白色的 哇 一隻破一隻 完全沒有一頂 Zero 2也不錯 其實我也覺得 但我覺得他不是Final 4 我都覺得Zero 2不像Final 4 對 我覺得他等於Zero 1一樣 然後慢慢上去 但他自己出閘字 是什麼最強最厚的 我有保留 還有幾集而已 不是很遠的 嘩 你Final Ultimate Kuga 也是出過10分鐘而已 好 好 好 那過場 完 竟然